主席各位同仁 行政院忙院长及各位长官 是不是请院长 王伟好 院长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可以请问您 您看我们现在在立法院 您来立法院报告 我们来咨询 算不算国会监督 算什么 算不算是国会监督 当然是国会监督 国会监督 那么总统来立法院国情报告 这算不算国会监督 我想那是宪法里面另外一种规定 我想行政院对立法院这是很清楚 负责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但总统府并没有 所以这个跟这个国情报告是宪法有规定 然后立法院职权行事法里面有针对一些比较细节的形式 对这两个不是 不同的事情 对对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基础 那如果总统来立法院国情报告 您会陪同吗 您会陪同吗 我想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会 可能也要尊重立法院了 尊重立法院 尊重立法院 好 那我知道了 大概了解您的态度 那我先回到这个问题来请问 呃 院长 您抽烟吗 年轻的时候有 多大 多久 借多久 念书的时候 念书的时候 好 那您觉得现在台湾的抽烟的人口 因为这个订定这个烟捐 烟税之后 这个有效 这个抑制的抽烟的 我们的反映的教育啦 或是这个反映的政策 这个效成效如何 您可以告诉我 我想是不是请魏夫部来说明 好 请向部长 那跟委员报告 在上一次调账烟捐的时候 我们后来统计 整个吸烟人口降低大概8%左右 所以它的确确是有效的 而且根据国际上的这个 WHO的相关的数字显示 当你把烟捐 或者说烟价提高的时候 对抽烟人口是可以降低的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烟价 即便再加上烟税 再加上烟捐之后 事实上还是比乡邻的国家 邻近的国家稍微便宜一些吧 对 我们还是偏低 对 偏低的 好 那现在就是说 有一些朋友 而且有一些客观的报告 也显示出来 就是说烟价稍微 烟价高 会对于吸烟人口 会有抑制的作用 那请问 现在就是烟价 如果说要提高 是要提高税 还提高捐比较好 院长 我想这个 各有他们的基础 各有他们的基础 那么这个 现在的设计 税是由 这个要受国会监督的 要编入 我认为两个都要受国会监督 说捐不受国会监督 我想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大概也很难成立 行政院花了每一笔钱 事实上都要面临检验的 是没有错了 好了 税是要编入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 然后来这个 这个经过审议 然后通过 捐的部分 请问要编吗 请问要编吗 捐的部分是这样 是当初烟捐的部分 那有一个法员 那个法员是立法院审的 但是收了以后 统筹收支运用 那是行政部门的事情 是 跟委员报告 而且这个规则是行政院钉钉就可以了 是不是 部长 是 没有错 那个如果是税的话 是进到整个税收 然后再去做分配 那捐的话 它就专款用 根据行政院现在 我认为跟委员报告 我认为中间的差别 用捐的名义的话 它可以做到专款专用 税的话就要统筹去运用 税也可以 如果院长有信 你也可以专用在卫生福利 税的部分大概比较难 这个用捐的话 就是用英文来讲 相当于year mark 这一个钱 那至于税的话 大概没有办法这样做 是放到整个的大水池里面 去做分配 那至于受立法院监督来讲的话 都一样要受监督 财政部的一个构想 是税提高五块 捐提高二十块 那当然有学者认为说 一般来讲 烟还是以税为主捐为辅 比较好 可是目前为止 税是11.68 捐是二十块 所以已经是捐大于税了 如果再加二十 这边加五是失衡的情形更严重 但我觉得其实都是人民的钱 而且都是要用在国家 不管是用在其他的部分 或是用在卫生福利 都是用在公用 可是我觉得其实如果说 这个烟捐对国民健康 能够有直接的帮助 我个人也同意说是捐也OK 可是问题是什么 这个捐的部分 应该是使用在所谓新增的项目 还是用在旧的 就是让地方政府说 我有了这个烟捐的分配款之后 我原先该做的东西 我就不做了 我就把这个钱挪到别的地方去 用烟捐来做 你觉得这个捐的用途 烟捐的部分的用途 是不是有必要再更清楚明确 而且是更严格的这个订定 是不是让那个蒋部长来说明 请 各位报告 事实上我们对这个 饮品健康间它的分配 本来就是非常多元 那它用在这个 当现在目前70% 是用在健保的安全准备 那还有其他地方 包括社会福利 包括罕病 包括了烟害防治等等 卫生保健 等等都有用 那如果新增的话呢 它还是会去做分配 那也跟委员报告 在今年6月通过的 这个长照服务法 里面也要求说 长照基金也要从这个烟捐里面 来负担一部分 那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 这个分配的这个比例的调整案 也送到立法院来 也是希望说 把它的分配比例做一个调整 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的调整 能够尽快来做 当然立法院已经到会期 最后一个月了 我们也希望说尽快 那但是希望说 在这个任期结束前 能够做了比较清楚的 让新的这个烟捐也好 烟睡也好 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分配 不要让有些地方政府 他们原来该负的责任 反而是因此而逃避掉 但是吸烟你要说对呼吸 其实它导致的疾病是蛮多的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疾病 导致的疾病是一个 呼吸器官的这个伤害 院长 还没吸烟的人 也没吸到二手烟的人 它对呼吸器官 也会造成很多伤害 为什么 因为我们空气品质 变得很糟糕了 昨天西半部 有一个名字叫子豹 院长你知道吗 知道 那有学者做了研究 部长请回 有学长做 有学者做了研究 这个子豹 这个悬浮为例 PM2.5越来越多 这个情形 过去我们都会讲说 因为中国大陆 你可以看到中国 我们现在讲的敏感的九三阅兵 九三阅兵他们一个礼拜 不能够工厂不能烧煤 不能够做一些污染的工具 甚至于有些东西工厂要关掉 关一个礼拜 就出现了天空出现了什么 阅兵蓝 可是呢 这个可见 我们中国大陆的空物也很研究 院长你有没有看过 中国的记者做的穷底下的 这个 我知道这个事 你知道这个事 有看过一些评论吗 有 这个问题如果严重的话 其实我们过去都怪罪说 是因为中国大陆那边来的 可是问题是 有学者研究 我们台湾 最近的这个 这段时间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指报也好 或是悬浮为例的超标也好 很多是本土的 您觉得呢 是 我想这个 有没有具体的办法 属于这一部分 这个PM2.5这一块 那么大概我们努力方向有两部分 一部分当然属于境外移入部分 是跟这个对岸 我们现在在这个 两岸协商的议题里面 也有这个议题 另外在我们本土来讲 对岸怎么协商 他连自己本土都照顾不到 他管理说飘到台湾不飘台了 当然就是说 我们先要表示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他们那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们也要知道 那至于我们本土的呢 另外就是我们自己这边的话 大概就是要针对这个 固定污染源跟移动污染源 我们要有些对策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也要做这个 必要的一些这个 这个检测系统要出来 所以我想最后 让主长再来进入说明 具体的对策 具体对策 现在我们是 在高频的这个 空品区已经成 已经开始做总量管制 在台湾这个国家 民主国家来讲 我们是没有办法说 所有工厂的关七天 或者关多少天 但是对于一些造成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悬浮为例的这个检测的标准 以及这个所谓的规范的标准 会不会再往下修 就趋延 会不会修得更延 现在我们的标准 就是24小时是35维克 然后年平均是15 这个现在已经是非常严的 英国美国是几维克 美国的话是更低 它是前年修正到10维克 这个是没错 但是我们在全世界来比的话 我们也算是比较严格的国家 署长 我们已经算定了比较严格的国家 可是此报的情形 还是越来越严重 是的 那怎么办 像这个星期的子报的情况 就是生生棋挂那个空污棋而已吗 挂个空污棋有用吗 跟您报告 其实礼拜天为了这个情况 我们第一有个预报 我们已经知道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 第二当天我有跟经济部 邓部长就开始联系 所以我们在台中这一带的电厂呢 就降转 那天我们是希望 降载 这个煤的发电降载 改以天然气 等等 这个就是我们先有一个预测监测 我们有预报 大概知道会有什么情况 我们来局部在我们的 比如说固定污染源方面呢 我们就做一些调整 让这个情况降低 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们的政策的这个评估应该会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般民众过去因为 过去不是没有指报 过去不是没有宣布为例 只是因为过去媒体没有 没有透过媒体 或者透过这个其他的管道 让社会当中提供 这个得到足够的关注 那现在开始了 现在我们报告 其实我们现在都资讯非常透明 随时上我们的网 我们随时这个环境及时通 都会看到全省各地各监测站 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数值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您 我们当我们讲严重的时候 你说我们讲我们的这个空物的标准的时候 你说我们已经很严了 已经很严厉了 那已经很严厉了 可是还是没有 还是这个空气污染悬浮为例的问题 还是更严重啊 那你有没有具体的东西 能够让改善这个现象 这才有用啊 因为我们是民主的国家 我们没有办法叫工厂把它关闭 你说那发电厂降载 降载这个 这个也许在您刚刚讲在周日 周日也许有效 因为周日用电比较没有那么高峰 但是这个如果在平日 而且现在是虽然持续入冬 这个开空调的机会少一点 但是如果在夏季 尤其台湾的夏季时间也蛮长的 我们的夏月电价是从六月开始 那如果说从五月到十月 这用电高峰期的时候 你能降载吗 不能啊 那你不能降载啊 你还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减少这个全幅为例吗 我们就是要问你说 你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工具吗 是我们在刚刚跟报告 就是我们其实在七月间已经公布一连串的措施 整个来讲就是长期驱延短期务实 那么短期务实这个呢 我们现在有八项政策 对于移动污染源和这个固定污染源都有一些作为 然后而且是分区执行 那么现在对于五大空比区 估计你的政策实施之后会不会有效 我们一直监测 如果没有效的话 数字是往下降的 你卫八点卫十点都没有用啊 对不对 要有效才有用啊 所以说你说提出这样子的话 你估计能够降到 那个让我们那个空气悬浮为例 PM2.5的这个天数能够降几天 我们要看到数据啊 是 所以后续的管考追踪非常重要 这个所谓的KPI的设定案 后续我们会继续来追踪 我跟你讲 你书面在告诉我们说 你到时候能够降多少吧 好不好 好 没有问题 你在那边讲说 我们提出了这些 我们提出了这些 那结果呢 然后我们就要问一句 我想跟委员补充报告一点 就是在移动污染源这一部分 我们最近也采取一些措施 就是刚刚卫书长提到的 可以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移动污染源方面 我们现在摩托车这一部分 我们最近有相当大力道来推 电动机车 现在目前这一块呢 电动机车从马总统 2008年执政的第一年就推 那时候您是部长 对 最近我们可以讲 拉起来的很快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淘汰掉二行程 那最近这个大概也是 一万辆以上的这种速度 在被淘汰掉 希望能有效 所以我想像这一些 我们因为像这一部分 有时候绩效显示要有点时间 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在可以做的部分 我们已经开始下手 在大力度的来做 是 好 移动污染的部分 听到院长您这样做了解 但是现在的一个情形是出来了 我们的出口连续九降了 十降了 那怎么办 那院长您 我记得上个礼拜的记者会 您有出席 要扩大提供这个五十多 要扩大这个 能够扩大那个老百姓 买一些 3C 加电或是绿能的用品 是好的 可是问题 这个效果会出来吗 根本委员报告 这是出口下跌 目前大概是全球性的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也要有我们的做法 那在我们推出提振消费的措施 主要的用意是点火 就是我们希望政府投入一部分钱 然后业界它也加码来推 请黎文昆泽 执行寻导时间 共为十五分钟 王院长好 毛院长好 各位官员大家好 主席请下毛院长